电视剧《南洋女儿情》改编自真实历史 讲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 名为红头金的华人女性 在南洋自立自强 打拼出一片天地的故事 让一个人成长最快的方式 就是让他感受到生活的重量 以前的陆雪亭对家里的生意盖不关心 因为在他看来 家里有能干的大哥 自己只需要当个衣食无忧的小少爷 即便后来大哥失踪了 但还有二哥在 陆雪乔虽然能力不行 但只要母亲还坐镇大局 就不会出大乱子 然而现在这一切都变了 大哥的失踪 母亲的死 黄妈的死 侄女白威的清白 看不透的重重迷雾 这么多奇怪的事情 他必须要查清楚 这一切逼着他成长 而这种快速的成长 也让他逐渐暴露了本性 在陆家男人的心中 陆家永远是第一位的 同时为利益 喜欢在感情上利用和欺负女人 是他们的共同特性 当初陆家刚刚来到新州 被洋人骗走了大笔财富 陆雪林为了立足新州 重振陆家家业 抛弃了家道中落的金帝云 选择了有钱有势的南岚 同样的陆雪乔 生性懦弱 平时脾气火爆 看起来凶狠 但真遇到事情 马上就退缩 但就是这样的他 当南岚叫停了项目 让陆家陷入危机 他也发狠去买凶杀人 如今陆雪亭来到了相似的局面 为了能够挽回大厦江青的陆家 他在不知不觉中 向着自己的大哥陆雪林靠拢 在最新的剧情中 陆雪亭给红头金的点心铺子 做了投资 占有五成股份 剩下的五成归所有红头金 有了这个铺子的收入 红头金在没活出宫的时候 也可以多一份收入保障 可以说是帮了大忙 陆雪亭的大访 让何小禅感到不解 而陆雪亭给出的解释是 这部分股份 其实是给何小禅的 何小禅很感动 而陆雪亭 也再一次表达了自己的爱慕 只是他希望何小禅保守秘密 暂时不要把两人的关系说出去 因为他还要查陆家的真相 希望何小禅帮助他 这番话有理有据 何小禅相信了也上当了 当初陆雪亭喝醉酒 和金碧华在女神酒店开了房间 虽然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却谣言似起 在别人眼中成了那种关系 那时候他没有意识到 直到后来从陆雪乔口中听说 如今他已经知道了会有这种舆论 却还是带着何小禅出入陆家 高调住在女神酒店 明显就是故意为之 事实上也是如此 陆家从主人到下人 都在传何小禅和陆雪亭的关系 红头金们更是默认了 何小禅已经是陆家三少奶奶 陆雪亭让何小禅保守秘密 完全就是欲盖弥彰 陆雪亭的目的有两个 首先他要查清楚真相 就不能和陆雪乔分家 但是不分家 自己的婚事 金碧云一定会打主意 所以让人误会他和何小禅的关系 可以争取时间 至于为什么是何小禅 原因也不复杂 首先 何小禅是身份低微的红头金 身后没有大家族支持 不会对金碧云构成威胁 可以让金碧云放松警惕 以为陆雪亭就是个没出息的弟弟 其次还是因为何小禅身份卑微 这意味着将来打发他的代价 可以控制在最低 事实上投资点心铺子的那五成股份 就是陆雪亭给何小禅的补偿 陆雪亭不讨厌何小禅 甚至真的有点喜欢 但是他的婚姻是如今手上为数不多筹码 必须要能为陆家带来利益 赢取何小禅是绝对不可能 这也是他让何小禅保守秘密的原因 只要不公开 何小禅对外的身份就是助理 而且陆雪亭也没有拖欠工资 谢世权掌握在陆雪亭手里 将来何小禅如果要闹 那就是他自作多情而已 其实陆雪亭还做了很多布局 首先是和南岚合作 共同调查陆家的真相 这其实也是在重新构建信任 为将来自己接手陆家之后 重新启动项目准备 其次他和叶鹤明也在慢慢走近 寻找着除了南岚之外的 第二个有实力的合作方 还有陆家作为新州最大的建筑商 需要可靠的工人合作 陆雪亭的投资 也是在主动亲近红头金 示好欧阳天晴 为今后做准备 这一切从表面上看 都是陆雪亭作为浪荡子在胡闹 实际上他骗过了金碧云和陆雪桥 慢慢构建着自己的实力 陆雪亭越来越像大哥陆雪林了 有本事是真的 但扎也是真的 陆雪亭大 陆雪亭大